大家好,主持人之爱的孙老师 这是一个超级激动人心的视频 就如你们在题目上看到的一样 我在Parsons设计学院给自己报一个时尚补习班 说是补习班呢 其实它的全名是一个课 就是网课 它的全名叫做Fashion Industry Essentials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Parsons这个学校的背景 是我说的百度百科 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at a New School 在1896年成立是享誉世界的设计学院 是美国最著名的服装设计学院 在世界大学排名里面 它是位居世界第二全美第一的艺术与设计学院 著名校友有类似于Mark Jacobs或者Alexander Wynn 王大人等就非常厉害 主要院系有服装设计 室内设计 设计管理 沟通传达设计 摄影等 总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设计学院 但这些其实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慕名而来 我一直都很知道Parsons这个学校很有名 然后因为我不是现在想要开始走史上方面的路线 所以想说入门但要找一个最好的老师 我就在Parsons的他们那个网站上找项目 找找找做了很多research 最后发现了一个这个项目 就是fashion industry essentials 是一个非常入门级别的项目 读完这个项目呢 其实我并不能算是Parsons的校友 我要是厚脸皮的说的话 算了算了我不厚脸皮的说 因为它只是一个你只要付费任何人都可以上的一个项目 它是一个纯网课的项目 999刀就可以上了 这个项目里面呢 包含了五门在时尚行业入门的一些内容 首先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也不敢在洛杉矶当地说找什么学校 然后真的去上课 而且现在大部分的大学都是实施的是网上教学嘛 所以我就直接选择了Parsons 我读的这个项目呢 是Parsons和TingVogue一起联合的一个项目 就是说他会找一些Parsons的老师啊 教授啊 还有TingVogue的一些编辑啊 大家一起去就是给你上网课 但是虽然说是上网课啊 但是我并不是说会和这些教授面对面上课 网课一般不是分为两个形式嘛 一个是真的有老师学生大家一起面对面交流 实时交流的 另外一种就是我上的这种就是 所有视频都是提前录好的 所有要读的东西都是给你摆在那边的 你就按照自己的一个速度 自己就是来安排学习计划 就自己看看视频啊 然后读都要读的东西啊 然后有布置的作业要完成 规定是说这个项目全部的五节课必须要在一年内完成 完成了以后呢就是说你要把所有它里面要写的作业写掉啊 要交的projects做掉啊 然后弄一个portfolio啊 最后所有的东西全部交完了以后会有人去审查 如果你的作业全部通过 所有东西的东西全部通过的话 就会给你一个证书 就是这个项目完成证书 说是如果有这个证书的话 你可以选择拿这个证书直接进入industry工作 做还有或者是你就有这个证书 然后继续去报去进修更深层次的课 我跟季老师还有我爸我妈聊了一下以后 是说因为我很感兴趣嘛 所以就先从入门的课程上起 上完以后看我是真的很感兴趣呢 想要继续去读他们的研究生呢 还是说我觉得一般感兴趣 我想换一个别的就是类型的课程去上一上 因为年轻我觉得就是要多上课嘛 我觉得还挺好的 好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五门课分别是什么 第一门课叫做Unlocking Visual Style 就是我今天刚刚刚刚刚开始上这门课 然后这门课已经看了前面的 一二三四五个视频 这一节Unlocking Visual Style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了一下 就是这个fashion的一些历史 就是说在历史中曾经流行过的一些东西 其中有The White Dress Sportswear Hollywood Glamour The Working Women 和French Stripes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分别是小白裙 体育方面的穿搭 Hollywood Glamour 就是红毯穿搭 还有工作穿搭 女性工作穿搭 和法国时尚必备的一个条文 就是这么五个不同的视频 那么看完视频以后呢 我自己是写了一些笔记啊 后面就写作业啊之类的 第二节课呢 是叫Thinking like a Designer 就是像一个设计师一样思考 第三节课呢 叫Understanding Fashion Production 就是去理解一些时尚的一些产物 第四节课呢 叫做Working in Fashion Media 就是在时尚和Social Media方面 你要怎么去运用这一部分 第五节课呢 叫做Developing Fashion Marketing and PR Skills 就宣传自己啊Marketing啊 这些市场营销方面的东西 对 所以我一边学习呢 一边会根据我真的学到的一些知识 来跟大家整理出一些视频 我还没有想好这个视频的系列叫什么 大家可以帮我脑洞一下 暂时的想法有类似 从您开始学时尚 或者是什么 跟我一起 读时尚 就类似了 大家可以帮我想一下 因为我个人目前为止 还是非常有热情的学这些东西 好 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个项目感觉非常适合一些像我一样想入门的人呢 一是因为他招999刀上五节课 其实并不算贵嘛 一节课200刀的样子 二就是因为他覆盖的方面很广 他不是说只教你设计啊 或者是只教你历史啊 他会教你一些interview skill 就如果你读了这门课想去面试一些时尚类的工作 他会教你如何面试 他会帮助你去建一个作品集 建一个portfolio 然后他会教你如何去networking 跟别人社交 还有如何去推广自己 如何去就是非常实用的一些产品啊 经营相关的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我今天读了第一节课嘛 第一节课里面就他每个分类下面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小白裙啊 这些分类 每个分类下面他有一个optional activity 就是说让大家选一张 比如小白裙下面 他就会让大家选一张自己穿着小白裙的衣服 然后po到那个网站上去成为自己的那个 自己每个人会有个gallery 就是那个gallery里面会全部是自己po的所有自己的穿搭什么的 我就非常有意思 然后我就有po自己穿的 我是po的我领证的时候穿的那个裙子 因为我那个裙子不是领证当天 是后来我穿的领证那个裙子 我们去UCLA大学校园里面去拍的就是非常不专业的婚纱照 我就选了一个那个照片 然后呢sportswear呢就是类似于说把一些运动的元素穿在身上 就是legging啊或者运动裤啊 运动上衣啊运动球鞋之类的这种 我都有发自己的照片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就我打开手机开始疯狂的找嘛 找到以前那个季老师帮我拍过的一些照片 然后还有theworking women 你就可以找自己穿西装的照片啊 然后french stripes 你就找自己穿条纹的 我找到一张我之前去坐游轮 然后下游轮的时候我妈帮我拍的一张照片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就是有参与感 而且因为是我完全从小到大 我现在26马上要去骑马 是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领域 学到的一些从来没有学到的一些知识 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学什么数学啊 然后就是理科 我是一个理科女神嘛 然后就一直在学这些东西 现在突然学一个新龙 真的就是好有趣哦 对所以我现在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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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热情 那么如果大家也感兴趣的话 我后面真的会算了 你们要是拦着也没有用 我后面就是会发自己学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做成视频发出来给大家 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学到的什么有趣的东西 好最后跟大家分享我看视频看到一句话 说的是 Fashion is about storytelling and fashion is not just about pretty looking it's also about inspiring emotions 好那么这期视频就这样了 我们下次再见了 bye